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复兴 兄姐妹平安 欢迎您加入祷告的行列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学习做一个顺服的儿女 祝你跟我走 往不天下走 天涯海角 轻轻抓住我 祝我跟祢走 往不天下走 祝你永不静静跟你走 明明是 明明是 本王之王 王主之主 让你跟着我 我害怕什么 明明已 战胜死亡 得胜之王 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头 祝你跟我走 祝你跟我走 往不天下走 天涯海角 轻轻抓住我 祝我跟祢走 往不天下走 祝你永不静静跟你走 明明是 本王之王 王主之主 有你跟着我 我害怕什么 明明已 战胜死亡 得胜君王 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头 祝你开起我的眼 开起我的眼 星星的双眼 看那天使 天君在身边 所造我你心 谦卑的领地 你的话语 神志在我心 明明是 明明是 万王之王 王主之主 祝你跟着我 我害怕什么 明明已 战胜死亡 得胜君王 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头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向祂来祷告 无论你现在遇见什么样的情况 你相信祂是你的主 必定要带领你 若是有主的话领导我们 我们也学习顺服 同生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祢 主要祢要来带领我们 主要祢为祢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有祢跟着我 我们还怕什么呢 有祢跟着我 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们说 主说 我会要跟你走 我们要跟你走 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来跟你走 主要学习做一个圣灵的儿女 主要学习聆听你的细想的声音 主要学习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哈利路亚 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信誓 经历你的信誓 主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信誓 主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信誓 长生此往 得胜情谎 这行星的路 我又不回头 以祢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行星的路 我又不回头 以祢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以祢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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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是的这星星之路我永不回头 主啊我永不回头 主啊当我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 主啊当我选择我人生前面的道路那一天 已经没有回头的选择 主啊主啊就好像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一样 婚姻是没有回头的 我们只能勇往直前 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 让我们做学习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让我们学习极力的来挽回 让我们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附上最大的努力 主啊当我们努力一切以后 我们将成果仰望交托给你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为我们负责 谢谢恩主听孩子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除了我们主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 除了他以外在地上还有什么可爱慕的呢 我们除了来跟随我们的主 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来跟随呢 唯有他是为我们战胜所有的挑战 甚至是战胜死亡 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而且在其中领我们上路 陪伴我们走这条路的 这位主 我们求主把守我们的心怀一面 让我们既然上路 我们就紧紧地跟随 一直跟随到底 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哪一个层面 哪一个领域 无论是个人我们家庭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交友 我们的在职场上面 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是以主为我们的道路 以主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 我们过去我们这些人 我们曾经失败过很多 我们甚至觉得 我们有救了 我们糟透了 可是主为我们开出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我们上了路 我们就宝贝他 让我们跟随到底 让我们从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再次看见 神如何恩待那些坚定的信心 来仰望他的人 不但是拯救 而且赐福给他们 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 你们进入那妓女的家 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 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 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 并他一切的亲卷都带出来 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 众人就用火将盛合其中所有的焚烧了 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 约书亚却把基尼拉河与他父家 并他所有的都救火了 因为他隐藏了 约书亚所打发窥探 耶利哥的使者 他就住在以色列中 直到今日 感谢主让我们看见 神经当中里面讲到 有一个事情的发生 那件事情是因为一个人 因为他的出现 使我们人类的历史 因为他的缘故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后来你就会知道 这个人叫做拉赫 他是在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妓女 他在讲妓女的时候 他就是告诉你他的身份 你不管说他那个时候是 是在庙里面做妓女 然后是个女祭司 你去美化他的身份 圣经不要你这样去美化 他说他就是做妓女的 不管是妙计或普通的妓女 他就不是一个 这两个探子 进了他家去住下来 他不是那个房间的 那个女主人或者是女房东而已 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妓女 你想到妓女 你会想到什么 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做这个行业的 而这个行业 其实也把这个城里面的 一个社会风气 它做一个缩影 这个城里面 其实有很多污秽肮脏的事情 这两个探子 他们进到这个人家 他们接触到的 是这一个城里面 他们要窥探的这个城里面 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光景 就是人们从事的 无论是行业也好 他们生活的方式也好 他们有很多 这些污秽肮脏的东西 而他们就要得到这块地为业 他接触到这个家的 这个女主人 这个妓女拉合 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 你没有人天生喜欢 做这样子的事情的 刚开始的一定是万般不愿意的 可是久而久之 或余生计 他也就 没有办法脱离 就继续做这个事下去 但是在他内心的深处 有一个非常深沉的一种渴慕 虽然他可能是非常无力的 他也讲不出来的 也没有人能够去理解的 那个渴慕 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他也渴望得到自由 得到尊严 没有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当这两个探子 救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 其实被他发现 他们其实是 以色列那边派来的探子 因为整个耶利哥城 因为他们的缘故 他们防备非常的森严 他们知道这人来 会要攻打他们的 所以他们全城戒严 是非常的 整个的城 呈现出来一种 就是风声鹤唳 是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 如果抓到这两个探子 一定要送出去 那么这个是 在这个城里面 所看到的 为了防备敌人的情况 但是这两个人 进到拉赫的家里面的时候 他们从拉赫的口中 听到什么呢 这个人 他在这个城里面 他所认识的人面 非常的广 因为他的行业 是他接触许多的人 从他们的口中 从他们的表情 他就晓得这些人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干什么 所以他把这两个探子 最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就告诉他们 他怎么会告诉这两个 应该是敌人的人呢 我相信两个原因吧 一个是他自己内心的深处 他听到这样事情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人表情的时候 他内心深处 有一东西被触动了 无论你说叫做希望也好 或他看到 人的外表看起来 不管他有钱也好 有事也好 面对一个挑战来临的时候 里面是多么地懦弱 是多么地 是多么地惧怕 另外一方面 再看看这两个人来 我相信 无论他们的言 他们的举止 跟一般早上 他上门的客人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婷婷就知道 口音不一样 就找他们来干嘛了 她跟他们讲 他所看见的事情 在约书亚记里面 其实有记载这样的话 她对这两个探子讲说 她说 我们知道 耶和华已经把这个 第一次给你们了 因为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非常的惧怕 都惊慌了 这里所有的居民 一切的人的心都消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听见 听见埃及人 你们在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如何埃及人 他们放你们出来 然后他们追杀你们的时候 他们都死在 死在红海里面了 然后在这个旷野 你们是怎么样 能够生活下去 而且面对强大的 两个亚摩利王 无论是西红 无论是恶 这两个巨人这个王 你们是怎么样 把他们灭尽了 当然还有些细节 他没有讲 无论是 亚马利人 你们也得胜了 无论是旷野 这种艰难生活 你们也都过过来了 然后听说 磨牙王 去咒诅你们 不但没有咒诅 而且听说你们还大大的蒙 他的赐福 他们没有办法动你们分好 因为这样的缘故 没有一个人有胆气 全地的居民心都消化了 他把最重要的事情 告诉这两个人 我相信他一辈子 他在跟别人 在交往的时候 听到的 他口中所说的 大概都是一些 言不及议的一些事情 因为没有人会跟他 谈正经的事情 但这时候 他面对这两个人 他却是坦然把他心中 没有人会把他当回事的 但他却一无一时地 告诉对方 这正是 这两个探子最需要听到的 我们不管我们前半生 我们是如何 浑浑噩噩地过去 我们说话乱说 有的时候 我们不该说着说 我们该说的 我们说不出口 我们也做不来 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遇到 对的对象 我们是否会把我们的心 去交出来呢 拉荷就这样地交托出来 谢谢主 神也借着这样一个人的口 神可以借这样一个人口 去造就 这些需要知道真相的人 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26到30节那边讲到说 他对兄们 他说我们这些蒙造的人 按照我们的肉体来说 我们有智慧的不多 我们有能力的也不多 我们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那些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他又拣选那些软弱的 叫那个强壮的羞愧 他拣选那些无有的 卑贱的 被人废弃的 看不上眼的 叫那 为了废掉那些有的 叫这些 我们 这个属肉体的 属血气的 让我们这些 我们可以我们自身地 调进来夸口的人 一个都不能够自夸 谢谢主 主借着敬礼喇合 然后让你看到 他知道他的心 而从这颗心出来的话语 我们不要因为他的身份 我们就轻看他 神能够使巴兰的那个女子 能够说话 神能够使像喇合这样的人 能够说话 神能够使用一些小孩子 或者一些我们看到 好像名不见经传的一些说话 但是如果我里面 有个谦卑的心 我就会从当中 我听到造就的话语 喇合说了 他为什么会说出 这样的话呢 因为他听见 主是大而可畏的神 他知道在这位神的面前 他没有一个人 能够站立得住 他不需要在那里去 表示他自己比别人多好 他可以去 抄你身杀大权 他知道所有的人 他从别人的表情 就晓得说 在这位神的面前 人是站立不住的 求主给我 一颗谦卑的心 让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 怎样的一位 让我并不是因为 我自己拥有些什么 然后我就轻看 轻看别人 喇合 喇合把他心中 他所领受到的说出来 其实人包含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 这些事情都发生 很多人不相信 也不当一回事 心存侥幸说 这位神带领 他能够去胜过那些敌人 因为他们 他们这个 这个不够力啊 他们不够厉害 我们有高大的城墙 我们不怕 喇合没有这样的心思 他相信这位 有这位神 所以他跟 这两个人讲说 都交在你们手里了 你们一定会得到这个城 但是你们得到这个城的时候 求你救我的全家 求你救我的全家 是的 当信主耶稣 当信这位救主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这个喇合 他的生活是过去如此的不堪 我不知道是因为 他家人太穷了 还是家人要求 他去做这些事情 他为家人 他牺牲非常大 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救他的家人 因此你会不会觉得 过去有人得罪你 或是他们对不起你 然后你就觉得 他们都亏欠你 你不想理会他们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无奈 他们的不能 而我今天有机会了 我可不可以再拉他们一把 使他们不要再像过去一样 像过去这个城里面的人 生活的方式一样 他们过一个崭新的生活 就像他眼中所看到 这两个摊子 和他所处的族群 那样子的生活 喇合有一个思想 是你从外表 他的身份中 你看不出来的 就是他好渴望 拥有这样的一种身份 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 而他没有说 只为我自己 他说可不可以救我的全家 你相信吗 信而 你相信 你信而受洗 可以得救 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可以得救 你相信这位神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不是出于自己 神所赐的 也不出于自己行为 乃是 是神的恩典 喇合信 他就得着了 神经老我们看到 当耶利哥城被攻下来的时候 只有喇合的 全家都能够得救 你知道全家得救 不说我这样说了算 家里的人也都要相信 家里什么都要相信 因为他跟他讲说 当这个城要攻击的时候 你的家人不能够乱跑 都要在你这里 因为那么有一个红色的线 线在你的窗口 那个地方我们看见 我们就不会来攻打 我们就不会来灭绝 我们会救 救这个家里面的人 感谢神 喇合的家人也都相信了 所以他们没有乱跑 他们就得救了 所以得救 是你必须每一个人 你自己也要做出决定的 是吗 最后我们看见 喇合全家得救 让他们进入到 以色列的营里面来 他们在这里过了 跟以色列一样的生活 他们在这里 跟以色列拜金一同来学习 他们的生活方式 认识这位神 读神的话语 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他心向的神 神为他预备了 最好的 就是给他一个配偶 叫做萨门 萨门是谁呢 是犹大支派拿顺的儿子 有人说萨门 可能就是那个两个探子 当中的一个 或者是拿顺是探子 但是他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这个忠义这个喇合 然后把他取他 无论是萨门 无论是 是拿顺 总而言之 喇合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吸引 可以吸引人的 就是他有个非常高洁的生命 他有一个充满信心的生命 那个生命 会吸引渴慕神的人 愿意跟他在一起 虽然他过去是如此的不堪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过去可能也都是这样 但是今天神与你同在 祂会改变你 祂让你成为一个 人人都想要来接近你的人 祂想接着你来认识 使你成为这样子的那位神 谢谢我们的主 好吧我们来祷告 我们求主让我生命 不管我过去如何 我曾经迷糊过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把握出机会 我就来到这位神的面前 让我紧紧地来跟随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我谢谢祢 让我过去 我曾经迷糊过 我曾经迷糊过 但是祂说 我不是我根据的对象 但今天我再有 是这样子 我要来接近那天 祂想接着你 谢谢我们 祂想接着你 祂想接着我们的聪贵 祂就是我们的祷告 祂想接着我们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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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感谢祢 主啊谢谢祢 说得就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主啊看见喇合 哦主啊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主啊因着接待了主 主啊接待了祢 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 主啊祢为爱你的人预备家事 主啊祢做他生命的主 主啊祢看见每一个可目的人 主啊祢寻找每一个 哦 里面 哦 主啊 心里面 哦 主啊 哦 谦卑的人 主啊 祢让我们每一天 真是有一个谦卑的心 不断地来校正 不断地来选择 不断地来跟随 主啊 我们仰望祢 谢谢祢 阿们 我们也求主 让我们能够继续祷告 为我们家里面 还没有得救的人来祷告 但愿主的救恩 今天临到家里的大大小小 因为主说 当情主耶稣 祢和祢家都被得救 我就因为主这样进去 我放胆地 为家里还没有得救的人 来祷告 就在这个时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谢谢祢 我们希望我们家人 以为一样 亲爱的主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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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祢能够继续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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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主耶稣 我们向祢献向仰望 在这个时候 我要来到祢面前 为每一个 主啊 在祢面前 呼求为家人祷告的人 我们要来到祢面前祷告 主啊 祢帮助我们 有一颗勇敢的信心力量 主啊 不但地来为我们 为信主的家人朋友来祷告 主啊 也许现在 我们似乎看不到果效 但我知道 我们每一个祷告 祢都收藏 祢都纪念 主啊 祢都垂听 祢也必成就 在祢的时间表里内 祢必成就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专一在祢面前寻求 主啊 放弹在祢面前寻求 祷告 天一天将我们 主啊 的家人 带到祢的里面 求祢的灵 充满他们与他们同在 主啊 使他们一家 主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家人 都能够来归 向祢成为祢的孩子 主 谢谢祢 谢谢祢 我们再来祷告 我们求主不让我们家全家大小都能够得救 而且世世代代都能够向主尽忠 能够将这个信仰传承下去 就如同喇合之后 我们看到他跟萨门就生了普阿斯 普阿斯生了厄贝德 厄贝德就生了耶稀 耶稀生大卫 大卫是我主的先祖 大卫的后耶稣基督 祂拯救我们所有世上的人 我们求主也让我们这一生 我们的世世代代也都能够 谨守遵行在祖的话里面 让我们成为对整个世代 我们对我们后世都是有贡献 都有益处 都能够带下祝福的人 我们先来祷告 天后帮助我们本于信我们一生都要跟随祢的脚囱而行 来祷告 服侍祢 跟随祢 荣耀祢的圣民 让我们世世代代 都在祢的国度中 成为祢合用的器皿 谢谢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世世代代 祝我成为祢荣耀的见证 祝我祢如何与我们同在 我愿祝我们的后世子孙 也没有一个忘记的 让我们常常以祢的事为念 也以祢为荣 以祢为乐 谢谢主 全心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物 祝祢是 断望之王 万处之主 有祢跟着我 我害怕什么 祢一定战胜死亡 得胜君王 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头